大家好,我是胡侃 最近有一个新组艺演员请就位 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演员的诞生网综版 相比诞生由资深演员来评价专业演员 这位是由专业导演来调教各种类型演员 四个导演赵薇,李少洪,陈凯歌,郭敬明 演员更是宽泛 由跨界参加的既舰运动员董立 主持人沈梦辰,歌手陈祥,严雅伦 还有年轻的零年演龄演员 更有明道中心同这种资深演员 还有李斌这种早早拿过柏林电影节最佳新人奖的老演员 很是精彩 最初看他们的新导片 杀意把郭敬明言哭了上热搜 也因此勾出了我巨大的好奇心 郭敬明这种派出小时代和绝技的烂片导演 能调教出什么样的演员 和李少洪陈凯歌坐在一起同台禁忌 他是什么样的死法 但是看完第一期节目 完全扭转了我对郭敬明的有色眼镜看法 在第一组陈凯歌的演员表演完成之后 郭敬明就一针见血 指出了节目形式的bug 就是节目更类似于话剧形式完成一场表演 而不是影视的形式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完成 这样就导致了演员的情绪很容易受到现场的影响 出现撒狗血的表演方式 后面赵薇的点评开始是否定郭敬明的观点 结果说到最后反倒变成了对于郭敬明观点的肯定 就连陈凯歌最后的观点也是和郭敬明一致 第一次抽手郭敬明就展示了自己的专业性 不从导演生涯来评价 从学历上来看 人家也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工程专业的学生 虽然是一眼 但也证明人家有一些专业修养 而真正让我对郭敬明刮目相看 是他在自己组演员表演完成后 和飞行嘉宾李成儒的一段辩论 李成儒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不太熟 称得上是老戏骨 这位大众所知的就是中安六组里的曾克强 而他当年在冯小刚大腕里 一段一分多钟的长镜头台词一气合成 特写镜组下的表演每个睫毛都到位 可以说一战风扇 李成儒在节目里看完郭敬明组表演的 《悲伤逆流程》和后 发表了一番不知所云的言论 形容两个演员的表演 给他如作针毡如芒自卑 将来就说演员台词不行 说的话他一句都没听清 质问演员有几年的台词功底吗 然后就开始喷剧情 说这就是创销书是吧 家国情怀 中意人士我们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难道现在的观众就喜欢看高中生谈恋爱吗 说真的 我觉得李成儒这段话 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偏见认知 对于年轻的演员我们有偏见 认为这些小年轻怎么比得上 陈坤 刘烨 段一红这类老演员呢 对于青春题材畅销书我们有偏见 认为这些情情爱爱的破书 哪比得上百年孤独 这种经典文学呢 对于跨行导演有偏见 认为郭敬明 韩寒这种人 怎么比得上张艺谋 姜文呢 其实他们没看过这些年轻演员的戏 没读过那些畅销书 更没有看过那些电影 他们只是从自己主观意识出发 想当然的去看待这些现象 陈坤 刘烨 段一红 也是从年轻演员磨练过来的 挪威的森林在路上 也是青春题材畅销书 张艺谋和姜文也是跨界做导演 你能说这些不好吗 而节目里 郭敬明对于李诚如的反击 智力有声 康强有力 郭敬明先是肯定李诚如的批评 认为演员的表演不到位 但是责任在于自己这个导演没有交好 一句话保护了自己组里的演员的尊严 在对任何事情发表观点之前 至少要去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 李诚如认为这是情情爱爱的畅销书 其实《悲伤逆流程和》 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校园霸凌 和讨论校园霸凌的小说 你可以永远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 但请允许它的存在 你可以永远讨厌你讨厌的东西 但请允许别人对它的喜欢 这句发言非常精彩 让我被郭敬明圈粉了 尤其是他后面还提到 电影之所以精彩 就是他给观众创造了一个千姿百态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仅能看得到 家国情怀终人意识 更能看到校园爱情 看到各种基于现实生活的演绎 我也是认可这个观点 因为这就是影视的魅力 这就是演员存在的原因 看点历史爱信不信 三国演绎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扶不起来的恶斗 乐不思数也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大笑话 其实后主刘善只是平庸不是昏庸 刘备白地成脱姑让诸葛亮辅佐16岁的刘善 还给诸葛亮说如果刘善不行 他可以取而代之 并且让刘善任诸葛亮做干爹 诸葛亮也没客气 执政11年让刘善什么心也不用操 内外大事都解决了 但奇迹的是诸葛亮死后 刘善带领着蜀汉还撑了29年美王国 一方面是有废一蒋婉将为这几个能臣 一方面也是刘善不折腾 诸葛亮死后 李淼尚上书皇帝大骂诸葛亮专权 结果被刘善杀了 这样的做法有效维护了内部的不崩溃 毕竟朝廷里的人都是丞相选拔的 使得蜀汉国力慢慢恢复 不过到了后起 诸葛亮给刘善留下的能臣都凋零后 刘善也走上了乱用人的道路 这才导致了魏国濒临城下石 任凭姜维等